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海远洋实习前 身穿制服 集体参拜 禁国神社 日本防卫省就此指出 参拜禁国神社的目的是出于学习历史 但日本国内有意见指出 这位队员在工作日身穿制服 集体禁电参拜 这些行为可被视为公务参拜 质疑与规定政教分离的宪法第20条不符 距离8月15日 日本二战战败日越来越近 各方对日本方面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禁国神社的行为高度关注 此前有消息报道 首相安倍晋三已确定在战败日当天不会前往参拜 但会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自费献上祭品 但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古文归司等部分阁聊 就表示会在战败日当天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此外 靖国神社方面 继日还以书面形式发文重申 不可能分寺被判为甲级战犯东条英等十四人 称已经核四的继续不可能被撤下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去败鬼 引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当然中国和韩国的反应是最激烈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讯息则是 靖国神社宣布这个在社刊上面 这一篇呢 就是靖国神社社刊了 他特别讲的其实是比较旧的一个新闻 是五月二十号的时候 百名自卫队去参拜 但是起人移动的是 这批自卫队是第一次穿着制服去 为什么穿着制服去 为什么靖国神社在终战 应该是战败日的前一天公布这个宣誓 因为过去在他们的终战日 其实我们所谓的日本战败投降日 8月15号这一天的时候呢 都是是否会有大规模高阶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焦点 那靖国神社当然很清楚的这一点 尤其是这一两年的时间 那日本的整个右翼势力的大幅的抬头 右翼把过去呢 几乎要遮遮掩掩的 游抱琵琶 半遮面式的各种的这种 军国主义精神的复辟的行为 那过去呢 几乎都是觉得见不得人的 他其实要做的时候 要会偷偷的 那尽量呢 就是右翼呢 自己呢 右翼看到了 觉得心里得到一点点未备见 但是呢 不希望引起舆论跟国际社会上面太多的关注 过去都是这样做 但是现在不是先是敲锣打鼓 他也不知道 那姿态呢 非常非常的高 因此呢 周围国家 中国 韩国的反应呢 就特别的强烈 因为意识到他不只是单纯的参拜 而是参拜背后的态度改变了 他不再有罪恶感了 这种没有罪恶感的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是最可怕的 但是穿着制服其实在日本算起来是违宪的 他很可能就是说违反了所谓的宪法 和平宪法20条 当然他 和平宪法的基本的精神 他除了就是希望能够呢 钳制日本 不要再让日本有任何的内在的趋力 把它带向战争 其实日本国内的舆论之所以过去一直对和平宪法 安置若素没有任何的挑战 就真的觉得这对日本好 但是当最近的这样一个右翼势力抬头了之后 日本过去的这个反战势力 曾经已经消沉的反战势力 似乎又开始有了危机意识 普遍的都开始感觉到说这一波的浪头不得了 他似乎真的把日本呢 带离开了和平宪法的架构 有可能把日本重新 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重新倒影像这样一个战争的处境 那因为大家会说 那那就军人嘛 这位队就军人嘛 那军人难道不可以穿着 穿着一个军服去靖国神社吗 除了靖国神社本身的敏感性 毕竟靖国神社 他只有在靖国里面呢 都都是战末者 那除了因为战争而死难的主要以军人为主的战末者之外 里面呢还有包括东条英姬在内的十四名的头号战犯 那这个就关乎到就是说呢 日本 日本直觉到目前为止呢 在这方面对历史的理解跟诠释 不见容于国际社会的原因就是 我们基本上他不是中日或者韩日这些呢 曾经被日本侵略过国家对对日本的要求 而是所谓的战犯 战犯是国际法的认定 所以这次靖国神社还有另外一个宣布就是拒绝撤掉核四甲级战犯名 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是有右翼的成分在的 从靖国神社的角度来讲 我不敢讲说这个背后呢基本上面呢 只是唱黑白脸 就是呢其实是表里一致的 那但是从靖国神社的角度来讲 他或许可以解释就是说 从我的一个神社祭祀的一个战末者的角度来讲 我不管说呢他到底呢在法律上来讲被如何认定的 从我的角度来讲呢 他都是为日本而战末的这些军人 那我核四核四了之后我不能够分分四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道理 可是靖国神社之所以今天变得高度的敏感性 不只是因为呢他是祭祀了战末者 不只是因为他祭祀了许多的在战争当中的日本的军人 最重要就是这14名经过国际审判之后 所认定的是对处死的假期战争犯 这种经由就是说国际审判 是对于一个战争最新的国际的超国家组织的共同认定 他不是日本说说的算了 不是今天中国说这些人呢是头号战犯 韩国人说这是头号战犯 不是 他是整个国际社会经由国际审判之后 对战争罪行的集体认知 所以他没有什么辩解的成分在里头 但是呢日本的意图在这些事情上面呢 做片面的解释 那尤其呢他们对于所谓的 所谓的这些呢这些的战犯 对于对二战的一个解释 进到的所谓呢他们认为呢这些战犯 之所以不能够分四 我们不把它当做什么特别的处理 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些的战争最新的发动 其实日本基于他本身的自存自卫 什么叫自存 自我生存的需要 自卫自我防卫的需要 所以呢认定他们是战犯 是你们的事情 那从日本的角度来讲呢 他是自存自卫的军人 这就很可怕了 如果从他的解释行得通的话 其实我们就直接问说那请问在地球上面还有侵略者吗 每一个侵略者的侵略的行为都是经过了极端的自我合理化合法化的包装的 哪一个侵略者说呢 我就是呢来侵略的 每个侵略者都把它包装成 要不然就是呢 我只是一个受负害者的反抗 报复 要不然呢就强调就是基于我本身生存的需要 日本在发动二战的时候呢 对中国的侵略 对朝鲜半岛的侵略的时候 他的理由是大东亚共同圈 而且呢接下来我们想要看的是时机点的问题 为什么刚好是在8月12号 同一天呢 日本的房向傅大臣呢 也前往了千美岛 严美大岛呢是去谈部署自卫队的讯息 其实就是在日本的这个 领导友人化之后的下一个动作 但是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时间点 因为这次 其实15号是战败纪念日 但是他们选在战败纪念日前三天 你可以说他高调 但他又没有那么高调 为什么是这样选择呢 从安倍上任以来呢 大家已经看了谈的不计其数 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再一再的说 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朝向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个政权 军 强军 国 强权 包括他的外向呢 也非常罕见的在国际场合说 日本是一个强权 strong power 所以在这么一系列的东西里面 我想我们补三个观察一个看法 三个观察第一个是说 如果靖国神社的官方立场 因为他是接受共同社的询问 然后官方回答 说这些人是为了自存自卫 那我们只要请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他们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包括杀死的人地点是在日本 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 还是他在其他国家的领土 如果你是自存自卫的话 这些死伤的人应该是在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 那是你对日本的自我防卫 可是我们知道大量的死伤都在日本国以外的领土 那明显的就是战争侵略 如何可以把它认真的自我美化成为自存自卫 尤其南京大屠杀 尤其南京大屠杀 第二个呢 在8月14号我们播出这个节目的今天 它是全世界的慰安妇日 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这个战争的罪行不但是对其他的军队 它对的是其他国家的平民百姓 这些平民百姓有些是他所在的国 被非常无情的屠杀 也有很多人包括这些全世界 中韩日都有的慰安妇 他们被从他们原始的生活中 原来的生活中成为军纪 成为日本军人所谓的慰安 comfort women 这件事情到现在呢 完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真相的还原 以及道歉 甚至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也没有 那我要补一个时间点 在我们刚刚讨论说 5月这些自卫队去参拜建国神社的时候 不要忘记6月20号 日本的国会有一个新的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对于唯一 对于战争罪行比较有反省的春山跟河野谈话中的 河野谈话座的重新定位 他中间呢把河野谈话大量降低他的官方代表色彩 也大量的降低他所代表的道歉跟反省 那这个可是日本国会的正式的调查报告 里面对于慰安妇的事情呢 也采取了完全的青毛弹线 所以我们回头去看 这个军国主义事实上是在利用改写日本历史 同时呢战后的世代 本来就对历史的战争的历史 并不那么清楚的情况之下 他才重新塑造一个日本在20世纪 后半期他的完整的历史 这个历史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战后在美国 给了他所谓和平宪法以后 一力不值的强国崛起 所以这些莫名其妙的强国强盛军国的这种概念 逐渐会在年轻人中间发生 刚才各位讲过说日本有一些反战人士 我很遗憾的讲 日本很多很善良的反战人士 他们多半是战前世代跟战争世代 经过战争惨痛的人 他们深切了反省日本当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反战 可是如果你去看战后世代 或者是现在的最年轻的世代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历史记忆 日本也没有真正的向全球道歉 所以这些事情将会在我们的身边 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种子 因为日本借着美国对他的扶持 在战后的扶持呢 重新去重做一个日本国 日本国的国际形象里面 其实对于他在二次大战中间 中国战区的战争罪行 非常非常的轻寥待险 所以我最后的观点是 这些是我们的故事一定要说 不但是要说呢要用英文说 要在国际说 不但是要用历史记录片说 要用娱乐的方式说 要让他成为全世界人的集体意识 其他地方人才知道 日本其实并没有反省 他仍旧是一个比较危险人 如果他有自卫队的部署 其实不只是自卫队 还有许多的导弹 像在一会儿的讨论当中 我们要看看日本在西南部 到底有多少据点是由导弹 简直跟过 居家澳门的神殿市 发出媒体最前面 观众名声 监督市站 及时资讯